未婚妻要结婚了 新郎却不是我 我并不生气 反而为他准备了一份大礼 然后盛装打扮 气定神闲地参加未婚妻的婚礼 我看着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两人满含泪水 听着四一一声大喊请看大屏幕 我知道 好戏开始了 临近结婚 未婚妻却总是心神不宁 我以为他是婚前恐惧 下班后我推掉聚会和健身 穿上围裙做饭打扫卫生 想让他好好放松一下 没想到换来的是分房睡 理由竟然是他睡眠前 容易被吵醒 可明睡眠记录的显示 他的睡眠质量比从前更好 卫生间水流犀利利的响 柳如烟在洗澡 随着婚期越来越近 柳如烟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 今天也是如此 问就是和闺蜜逛街 为婚礼做准备 问问问 放在桌子上的手机显示来信息了 如烟有短信 喊了两声 可能水声太大了 卫生间里面没有回应 手机还一直响着 显然对面的人一直在发信息 可能是工作上的事情 我怕耽误事 就随手打开手机 输入密码 密码不正确 请重视 连输了两遍 都是密码不正确 柳如烟手机改密码了 你在干什么 柳如烟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洗完澡 出来占我身后了 你手机响了 我怕是你工作上的事 给耽误了 你手机怎么换密码了 柳如烟拿过我递过去的手机 用面容解锁开的手机 边解释边打开微信 之前的密码方方知道 我就换了下 方方是柳如烟的好闺蜜 知道柳如烟的手机密码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怎么她现在才开始注意这些 可能最近又闹什么矛盾了 心里想着这些 我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柳如烟的脸上 她已经看完了信息 可能发现我一直盯着她 就随口解射句 是部门组长发来的消息 说完这句话 她没有像以前一样 躺沙发上封面膜 而是接口去睡觉 就回卧室了 顺手还把门给关了 我没多想 看着那有些脏 准备拖完地也去睡觉 拖完地后 我越想越不对劲 柳如烟的部门组长是个女的 刚才我表见对话框 分明是个男人 再说了 一直以来 柳如烟跟方方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 什么时候注意过手机密码的事情了 一律烦躁的心情导致我迟迟睡不着 心烦意乱之下 我起身去了柳如烟的屋子 果然 她已经微微打憨 柳如烟的睡眠质量向来很好 这时候就算拿个大喇叭喊她 都估计喊不行 拔下正在充电的手机坐在沙发上 我开始回想 她都有可能会用什么当做密码 她的生日 试了不对 我生日 也不对 她喜欢的数字 也不对 最后我连她爸妈的生日都试了 还是不对 气得我按了几个铃 刷 开了 我一整个无语 聊天记录页面 同事 闺蜜 爸爸妈妈都在 唯独不见了我刚才瞟到的那个头像 最后 在通讯录里找到 被主欧巴 点进去 看到的第一句话 就让我如坠冰窟 老公 晚安了 再往上翻 我握着手机的双手忍不住颤抖 不堪入目的对话 聊天记录里充斥着骚 那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女孩吗 怪不得要改密码 怪不得要分房税 怪不得这么冷淡 我一直以为 是我没照顾好她 才让她对结婚这件事情产生恐惧 为了让她安心 这段时间 我家务全包 连袜子内裤我都抢着给洗了 我做这些的时候 柳如烟又在干什么呢 我颤颤微微点燃一支香烟 心脏就好像被人一把一把抓紧 阵阵抽痛 这一夜 除了把手机放回去 我坐在沙发上就没动 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 要死啊你 在客厅抽这么多烟 难闻死了 告诉过你 我闻不了烟味 别在这个家里抽烟 你当耳旁风了 突然 一通披头盖脸的指责声 朝我袭来 我冷冷地盯着说话的人 想起前段时间 他说他闻不了烟味 警告我别在家里抽烟 我依着他 每次想抽烟 我都会跑去楼道 现在想想 真是不值 他明明在微信里 跟那个男人说 喜欢他身上的烟草味 让他着迷 怎么 抽烟的人换成了我 就讨厌烟草味了 见我无动于衷 只是看着 没有像往日一样 服软哄他 柳如烟拉着脸 穿着高跟鞋 甩门走了 心情不好 这一天我就没有去公司 把工作部署给下属 从前 我休息在家 会把家里彻底擦拭一遍 现在却没有心情去弄 我躺在沙发上 盯着天花板 回想起我和柳如烟之间的种种 我第一次见到柳如烟的时候 他还是个出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 那时候我已经在生意场上小有所得 在一次朋友组织的聚餐中 我认识了柳如烟 起初 我对他并没有太多的影响 只知道他在吃饭的时候 他一直偷看我 事后他找朋友 要到了我的联系方式 对我展开公式 那时候 忙着跑生意 也没谈过对象 但柳如烟很坚持 在他的努力下 我答应了他 再之后我越陷越深 越来越爱他 我们一起滑雪 一起登雪山 一起装修房子 他窝在我的怀里 畅想着以后 那时候的他 脾气很好 单纯可爱 叮 手机短信铃声打乱了我的思绪 拿起手机 是柳如烟发来的微信 今晚不回去了 今晚我睡在方方下 我们曾经约定过 在生气的时候 也要让对方知道在哪里 不能玩消失 如果是以前 我会嘱咐他别睡太晚 但在昨晚之后 我无法再信任柳如烟了 我直接拿起手机 给方方打起电话 很快 电话那头 传来方方的声音 喂 基伯达 有什么事吗 他闺蜜 和我也算是老朋友了 哈哈 没什么事 如烟是和你在一起吧 我有点事想问他 你让他接一下电话 啊 哦 他这会在洗手间 你有什么事你说 我帮你问他 在方方猝不及防 疑惑的啊了一声时 我的心就已经沉了下来 人的第一反应 往往就是真实反应 好 也不是啥重要事 就是昨天他穿的蓝色外套 要不要洗 你问下他 这话是我瞎编的 柳如烟根本就没有蓝色外套 哦 好 你等一下我问问 如烟 如烟 声音越来越远 挺像那么回事 大概过了半分钟 他说要洗的 哦 知道了 挂了电话 我再也压抑不住心里的愤怒 一拳砸在了茶几上 茶几玻璃四散 我的手也开始流血 但怎么可能和内心的痛相比 我努力让自己冷静 起身穿上衣服 柳如烟可能忘记了 很早以前 我们的手机定位就绑在一起 也是 现在的他 沉浸在甜蜜里 怎么能记得这些 一路跟随定位 到地方停好车之后 才发现这地方是个酒店 我只想拿到柳如烟出轨的证据 不想打草惊蛇 因此 我没有下车 只是从车窗里注视着酒店门口 同时 我也拿出了手机 做好录像准备 大概过了两个小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 从酒店内走出来 挽着旁边一个男人的胳膊 那男人的个头不高 瘦瘦的 戴着一副眼镜 挺像个知识分子 时不时两人还轻个嘴儿 证据拿到了 我默默开车离开 这么多年感情 我原来想体面一些 不希望闹得太过难堪 我希望柳如烟 可以自己把事情交代清楚 回到家之后 我给他发了消息 我有事情 回来谈谈 过了很久一会儿 手机短信才想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我现在烦着呢 不想谈任何事 看看 多傲娇 明明自己做了背叛者 却能这么理直气壮 你看吧 今晚不回来 以后也别回来了 我现在能心平气和地 打出来这些字 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或许这就是别人说的 愤怒到一定程度 就只剩下不动声色了 短信再没有响起 我起身去收拾他的东西 咔嚓 离刚才我发短信 还没过半个小时 他就回来了 看来能让平常 什么事都包容他的人 发出那样的短信 他也会怕 说吧 吉里盲黄把我叫回来 要谈什么 我从一堆衣服里走了出来 你疯了 你把我衣服弄出来干什么 没理会他又要发怒的表情 我自顾自坐在沙发上 拿出一支烟 点上 你有病吧 你非要叫我回来 我回来了 你又不说话 你当我好欺负是吗 倒打一耙 柳如烟惯用的伎俩 我在心里冷笑 面上却不澜不惊 你自己想 想到了再给我说 不着急 我依旧控制着自己的怒气 可能也是察觉到 我语气里的抗拒冷漠 再看了眼堆成一堆的衣服 和地上四散的茶几 他有些慌了 怎么了吗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让我家亲爱的生气了 怪我怪我 看来 面对出轨这种事 只要没被当场抓住 所有人都会抱有侥幸心理 就算可能性接近99% 也要侥幸那1% 没被发现的可能 非要我拿出你的手机 当里面解锁成功 扑通一声 他直接跪在了地上 柳如烟之道 一旦被我发现 事情就会很严重 他哭得撕心裂肺 他跪着向我爬来 膝盖下是玻璃茶子 他满脸悔恨 他一句又一句说着对不起 说他是个罪人 他开始磕头 求我原谅他 但我的眼神依旧冰冷 我的内心压抑的愤怒 蠢蠢欲动 最后 他仰着头 鼻涕浑寒眼泪 说着我们的曾经 说着父母亲人 亲戚朋友 全都见过面 说再过不久 就是我们的婚礼 这么多年的感情 怎么忍心说没就没了 我承认 我在听到最后一句的时候 犹豫了 对啊 我们都订婚了 再过不久 就要结婚了 如果这个时候退婚 取消婚礼 我爸妈在亲戚朋友面前 会抬不起头 最后 我还是没有很下心 不过我和他约法三章 第一 结婚前 他不能在管家里的钱 自己的收入自己保存 第二 谁也不欠谁的 和平相处 谁也别给谁脸色看 第三 如果这种事情 再发现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从前 总听别人说 被判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我以为我可以试个例 最后证明 谁都是鱼云众生的一份子 没谁能特殊 那天之后 柳如烟又变回了从前的样子 他对我好的就像刚开始恋爱那样 早安晚安下班准时回家 样样都做得很好 手机该删除的人 也全都删除 密码公开 至于同房 我还是有些隔音 就先按照以前的分房税 虽然心里还有隔阂 却也在慢慢消除 但是 偷过新的猫 是不可能按捺住自己心里的躁动 而被背叛的人 神经会比以前更敏感 三个月后的一天中午 我照旧收拾房间 我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 整理卫生这些事情 还是我来做 我想着趁天气好 把被褥搭阳台晒晒 搭完我的后 我犹豫了一下 想着最近他表现得也挺好 就进房间 把他的也准备拿出来 掀起床入后 发现床底下 竟然有一个黑色的礼物盒子 打开之后 是一条男士皮带 我仔细想了想 最近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日子 心里一动 接着默默铺好床入 接下来的几天 我心里有些不安 但没有表现在脸上 照旧相处 在第五天的时候 趁着他去上班 我又掀起他的床入 果然 盒子不见了 原来人有时候真的没有心 气虽气 但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次我没了第一次发现的手足无措 打开手机定位 果然已经被接绑 柳如烟 还真是有够纯的 竟然以为这样 就能隐瞒自己再次出轨的事实 这一次 我不会情意 我开始做计划 第一步 把近期所有工作交接给合伙人 空出自己的所有时间 彻底解决柳如烟的事情 第二步 托朋友查出柳如烟手机号的 所有联系人信息 第三步 花钱请人蹲点他的公司 只要出了公司 就跟上相网汇报位置 第四步 找人准备好微型摄像头 安装在家里 他什么时候在家 我都会知道 第五步 联系律师 调查恋爱期间所有转账记录 财产属性 以及订婚时的彩礼 此刻的我就像福尔摩斯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舞台就该交给柳如烟发挥了 我发消息告诉他 近几天临时出差 我要给他发挥的空间 跟我玩心眼 我会让你哭得很有节奏 很快 手机调查结果出来了 联系最频繁的是叫一个杨坤的人 这个人我知道 是他的大学同学 在上学期间追过他 蹲点的人也很快发了消息 没出意料 在我发完出差消息之后 他下班就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边打电话 边上了一辆出租车 在一家餐厅门口下了车 和朋友打了招呼 出去办点事 来不及吃晚饭 就匆匆穿上鞋直奔那家餐厅 让蹲点的人继续做好录像 一路由门踩到飞起 和我此刻的心情一样 辛苦了 在和蹲点碰头之后 多给了一些辛苦钱 就换我来监控 直到吃完饭 他上了杨坤的车 一路到家 除了在餐厅局之 有一点点的亲密之外 再没有太多的浴规 难道是我想错了 家的楼下花坛边 我一边嘀咕 一边揉着发麻的腿 结果第二天就打脸了 这次蹲点的发来消息 他们没有去吃饭 而是直奔一家酒店 直到凌晨一点多才出来 我强忍着 要去现场桌间的念头 让蹲点的人 多拍一些他们亲密的视频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们出酒店后 竟然一起进我家 打开摄像头 看着那对狗男女 在沙发上搂搂抱抱 在床上缠绵的时候 我强忍浑身 鸡皮疙大的恶心 竟然在玩事后 第六个家伙 对着我客厅的照片 竖了个终止 一大早 我就直往家里赶 回到家 杨坤已经离开了 看着家里狼藉的场景 要是我提前知道 都憋不住火了 柳如烟 一声大吼 瞬间把还在美梦里的柳如烟惊醒 你 你怎么回来了 我几个姐妹昨晚来家里玩 把家里弄乱了 我这就收拾 看着我黑着整张脸 加上心虚 她解释到后边 声音已经轻的 听不太轻了 还想狡辩 我指着房间垃圾桶里的一团团纸 脸色铁青的说道 你的朋友里边 难道还有人感冒了 这些纸擦的是鼻涕 不等她再准备胡说八道 我把手机里蹲点 拍到她和杨坤的视频 甩到她眼前 你竟然跟踪我 语人真是个神奇的生物 紧接着 她又想到了什么一样 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跪下来就开始求饶 我气笑了 她还想顾忌重施 但第二次的我 怎么可能再犯傻 没理会她一遍一遍的求饶 我拨通我妈的电话 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一遍 爸妈让我先冷静 他们很快过来 在我的威胁下 柳如烟也拨通了她爸妈的电话 哭哭啼啼的说了 我要和她分手的事情 她爸妈在电话里 妈妈咧咧也杀了过来 我爸妈来了后 仔细问了所有事情原委 然后问我什么想法 我说必须分手 他们哀声叹气 没说什么 亲家 不是我说你 你真得管管你家儿子 你看看 把我女儿欺负成什么样了 跟我们打电话哭得都喘不上气了 柳母人还没进屋 就开始大声指责起我爸妈来 柳如烟的弟弟柳彪 跟着他爸妈一进门 就上来抓住我衣领 当然没敢动手 因为他还需要我帮他保守一个秘密 只是用眼神狠狠盯着我 等看到屋里的场景 哎哟喂 天娘的青泪 我家如烟做了什么天大的事 对不起你们几家 还要跪在地上 天杀的你们就眼睁睁这么看着吗 柳母赶紧跑上前 拽着柳如烟的胳膊 想要拉起来 看到撑腰的人都来了 柳如烟哭得更大声了 纪伯答 有什么事情 我们坐下来慢慢谈 没必要把事情搞得这么糟糕吧 柳父倒是看出来一点不对劲 虽然心疼自家女儿 但也还算理智 娘嘞 活不成了 我们还敢把女儿交给你们家吗 你们就这么欺负人 你们有没有良心 猜定了多长时间 你们就这么欺负她 早知道你几家是这样的人 当初就不该把女儿交给你们 你们两个也是做父母的人 就这么坐在沙发上 看着你们的浑蛋儿子欺负我姑娘 你们上梁不正下梁歪哀 听到这泼妇骂街的喊叫 我爸妈脸色铁青 我没有理会抓着一领的柳彪 冷眼看着满口脏话 差点成为丈母娘的老妇人 时至今日 我已经开始怀疑 自己从前到底被下了什么骨 竟然忍着柳家人的胡搅蛮缠 跟柳如烟订了婚 柳母是个泼妇 这件事 我也是见识过的 当初订婚谈彩礼的时候 本来是28万 谁知道柳母临时反悔 非要48万 当时我和柳如烟感情正甜蜜 想想48万对我来说 也不是给不了 也就没多计较给了 那时我知道柳母不讲道理 但想着是我和柳如烟的生活 就没当回事 却没想到这么难缠 打开手机 拿出拍到的柳如烟 和第一个眼镜男亲密的视频 放到正在破口 大骂我们一家的柳妈眼前 确实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我不带感情的回击 骂声戛然而止 她爸和她弟凑过来 看到视频上的画面 也是漠不作声 你个死丫头 咋回事吗 比起刚进门的嚣张 现在的他妈 明显气焰降低不少 我答啊 如烟也是一时糊涂 这次确实是她的错 你就原谅她一次吗 我保证 绝对不会有下次 有下次的话 你打他骂他 我都不管 毕竟你们这么多年感情了 哈哈哈哈 这么多年感情 当初你为了那48万彩礼 准备拆散我们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到这么多年感情 现在回想起来了 哦 当年真应该就那样 让你拆散就好了 省得我头上被戴的绿帽子 他爸也过去劝我爸妈 跟我说说好话 别太冲动 这是原则性错误 而且 我已经原谅他一次了 这次不可能再原谅 人你们带回去 至于订婚所花费的花小 我认了 但彩礼 一分不少的还回来 我说完 就准备抽出 被柳如烟抱着的腿 谁知道一听到退彩礼 另一条腿 这时候也被人抱住 好你个纪博达 你这就想把我们如烟撇开 你浪费了我们如烟多少时间 你还要退彩礼 我们如烟就让你白睡吗 你现在出去睡 那个女人不要钱 你个王八蛋 你糟蹋我们如烟 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 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这是一个当妈的 能说出来的话吗 为了钱 真的是连脸都不要了 我转头看向柳如烟他爸 叔叔 你知道的 再闹下去 谁家脸上都不好看 柳父黑着张脸 起身拉开 还在慢慢咧咧的老婆 和柳彪扶着他姐 一起往门外走去 别忘了快点退还彩礼 说完这句话 不等那泼妇反身上前 我一把关了大门 之后的几天 除了柳彪来 拿过一次柳如烟的东西 我再也没见过他家 任何一个人 嗡嗡嗡 晚上刚洗完澡 就听到手机震动不停 拿起手机一看 或是业主群里炸开了锅 平常看着挺阳光一小伙 怎么是个这样的人 大家以后离他远点 谁知道他会不会 突然抱起打人 有姑娘的 让姑娘擦亮眼睛 好好看看这人的脸 可不敢以后 找这样的人结婚 太可恶了 改天去他家门口扔臭鸡蛋 翻着翻着 我发现不对劲 怎么老有人说我们排号 赶紧往上再翻 直到看到一张图片 我才明白 这个瓜 主角是我 那张图片 是一个膝盖被玻璃扎破 几道的伤痕 发这张图片的主人 是柳如烟 图片是上次我发现他出轨 捶烂茶几 他跪在上边滑破的伤痕图片 这是让我扫地出门 报复我来了 没理会邻居发来的消息 我翻出柳如烟和眼镜男 还有他同学杨坤 亲嘴玩手的视频 点击了发送 至于为什么不发在我家里 那恶心的视频 是因为在柳如烟他妈 胡搅蛮缠的时候 我决定不能就那么算了 我要报复 并且 那个视频发在业主群 对我来说太过羞辱 很多时间 我和柳如烟 都是一起出入小区 很多邻居都见过我们 也都互相帮忙打过招呼 让大家笑话了 我都为婚妻出轨了 至于那张照片 是我当时太愤怒 捶烂茶几 他跪地求原谅的时候 自己弄伤的 业主群猛的一进 之后就爆发更激烈的谈论 不过这次 风向一边倒 我就说 平常碰见那孩子 挺有礼貌 也老帮大家忙 不可能家暴 做这种事情 确实没人品 出轨女背叛者都该死 不过也有几个脚屎棍 说什么出轨不代表不家暴 谁知道是不是女方出轨 然后被打 再怎么样都不能打女人 即使出轨 也不是施暴的理由 为之全貌不予评价 巴拉巴拉一大堆 不予评价 那你评价个个儿啊 我心里猛翻白眼 但还是耐着性子打字 除了膝盖受伤 可以让他再拿出 别的身体部位受伤图片 有的话我无话可说 然后群里全都爱特他 有一个人眼间 发现他已经不在群里了 之后大家又在议论纷纷 我默默关上手机 这招玩得挺狠的 他以后不在这小区生活 我却要住很久 名声臭了 在小区抬不起头做人的 会对我的生活造成很大困惑 我本来打算跟柳如烟好聚好散 可是柳家人竟然倒打一耙 如果不是我平时人缘不错 现在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这一次 我不会再轻轻放下这件事了 报复柳家的事情 还没什么头绪 柳家人那样污蔑我 要复仇 总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自从小区事件过去之后 我就很少听到柳如烟的一些消息了 好在之前让朋友帮忙 查阳坤的信息有了新进展 本来想着如果他结婚了 我就把视频发给他老婆 总不能让我一个人承受这种背叛的感觉 也让他老婆能看清这么个混人 谁承想这小子还是个光棍汉 连女朋友都没有 但这小子确实玩得话 光查出来插足别人家庭的事情就有不少 还有一次差点被人打断腿 不过那也和我没关系 就在刚刚 朋友打电话来 发给我一张照片 是一份检查单 爱自成阳性 听到这消息我一身冷汗 幸亏分手的及时 不然再和柳如烟相处下去 获果不堪设想 这天 我戴好口罩 做好防护 在杨坤回家的必经之路上等着他 很快 就看见吊耳郎当的杨坤 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嘿 哥们 认得我不 你是 也是 我包这么严实 能认出才怪 我拉下一点口罩 我靠 一声我靠喊完之后 这孙子转身就跑 看来认出我了 而且对这种事极为熟人 撒腿就跑 挨得打不少啊 我慢慢悠悠地上车 在他家楼下等着 没一会儿 这货气喘吁吁地跑来 估计累够呛 看到我 摆摆手 失意不跑了 这是你没错吧 我拿出检查单 放到他眼前 是我 要杀药管随便来吧 真是个混不疲 想不通柳如烟看上他什么了 帮我录个视频 你继续玩你的 不然我就报警 你应该了解 故意传染艾滋病的后果 最终 在我的威胁下 杨坤按照我提前打好的草稿 录完视频 当然 说不报警是假的 这种害虫 有一个举报一个 嗡嗡嗡 挺烦的 大中午午休的时候 给人打电话 博达 救救我 还没清醒的我 不用看手机显示 都能听出来 这是柳彪的声音 虽然最近没有联系 但以前打电话给我 第一句都是这个开场白 没钱 我现在和你家 没有一点关系 别来烦我 我扔了电话 继续睡觉 柳如烟一家都不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柳彪有毒瘾 而且已经闯下了烂摊子 借了高利贷 以前我还是他准姐夫的时候 向我借过不少资钱 看在以后 可能会是一家人的份上 我每次都会答应借给他 为他替家里保守这个秘密 也是他求爷爷告奶奶 让我别告诉家里的 问问问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我没找你还钱就不错了 别烦我 睡着睡着 我突然想起一个事 然后把电话回拨过去 这次他们要多少钱 三万 不给就砍我的手 博达 你们的事都是我姐不好 求救你 救救我 呵 连清姐都出卖 我心里冷笑一声 给我砍号 在一声声恶心的 亲哥哥亲姐夫声中 我挂了电话 把钱打了过去 是我好心 哼 心账就账 我们会一起算 我和柳如燕分手之后 是没有在社交软件上官宣的 他可能是怕被别人 问起事情缘由 我呢 是懒得解释这些事 导致大半年过去了 一直有朋友问我 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 你们怎么还不举行婚礼啊 我都含糊一律而过 终于有一天 一个长久没联系的朋友 很惊讶地问我 你们是不是分手了 我在柳如燕的朋友圈 看到他和一个男的官宣了 不会是真的吧 紧接着发过来一张 朋友圈的截图 在柳如燕一家人 从我这里走后 我就删了他们家 所有人的联系方式 毕竟留着挺个硬人的 至于柳彪 他是直接把我电话 刻在脑子里了 毕竟有时候 是可以救命用的 我看了眼截图 上面的文案是 总有人会翻山越岭 为你而来 我们快要结婚了 下面是一张柳如燕 依偎在一个男人怀里的照片 背叛的痛并没有消失 而是被我深埋在心底 时不时就翻涌起来刺痛一下 你轻飘飘离开 又开始新的生活 问过我答应了吗 十月十一 一嫁一娶 早早的 我就穿戴好西服 只有比较重要的日子 才会穿 平时感觉 还是休闲衣更舒服 开车直奔奥威斯大酒店 今天那里将会举行一场婚礼 而婚礼的女主角 就是我曾经的未婚妻 柳如燕 柳一来得比较早 宴会还没开始 我没有急着入场 上了酒店天台 我答 按照你的指示 一切都梦好了 拍了拍旁边人的肩膀 对于跟了我很多年的小老弟办事 我很放心 抽了一支烟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 我慢慢走入会场 当然 在门口扔了两百块份子钱 婚礼已经进行到 新郎新娘交换戒指环节 坐在无人注意的角落 我看着台上的柳如烟 一袭洁白的婚纱 画着精致的妆容 站在台上 万众瞩目 接下来要面对的这个时刻 应该是你们在梦里 期待了许久的时刻吧 那么 可以轻轻地拿起对方的戒指 如果你们做好了 携手并肩共度一生的话 可以轻轻地将它佩戴在 对方的无名指上 曾经 我幻想无数次的场景 现在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幻想里的女主角还在 男主角却不是我 背叛的场景 一一在我眼前闪过 就算做好了准备 还是有一丝丝的痛 在心里徘徊 好了 然后 新郎为新娘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我们请看大屏幕 四一的话将我的思绪 拉回到了现在 我知道 好戏要开始了 屏幕里出现的 不是新郎精心准备的深情告白 而是 啊 宝贝 舒服吗 与人的交喘声 男人的喘息声 夹杂着淫秘的交流 哗 现场瞬间炸开了锅 台下开始议论纷纷 台上 新郎的脸色阴沉的可怕 当场甩掉牵着新娘的手 至于新娘柳如烟 这会儿已经脸色苍白 无力地又去抓新郎的手 满眼乞丘 关掉 快关掉 这是假的 谁放的视频 快关掉 刘母在台下那边大喊 焦急地挥舞着双手 因为视频里的女主角 正是今天婚礼现场的女主人柳如烟 最后还是柳飙手机眼快 跑到后台拔掉了电源 可是 有用吗 没用了 看着台下指指点点的人群 新郎再也抑制不住 用力一挥 柳如烟被这道大力推坐在地上 满眼泪水的抽气 你干什么 这视频是假的 你一个大男人竟然打人 你别走 你要对这事负责 狗男人 你回来 你不能就这么扔下我家如烟不管了 新郎估计也体验过这赵母娘的嘴脸 没有理会抓狂的老夫人 对着台下说了句抱歉 今天婚礼取消 让大家看笑话了 都散了吧 就转身走了 柳如烟妈妈看新郎走了 转过身抓住新郎父亲的袖子 一屁股坐在地上 双腿乱灯讨要说法 新郎父亲也是被气笑了 你要说法 我还想要个说法呢 丢人现眼的东西 然后一群新郎这边的亲戚 看不过眼这老夫人的撒泼 一起上手推散起来 柳彪本来就是个暴脾气 见自己家人受欺负 挥起拳头都开始打人 场面瞬间失控 最后还是柳家人吃亏 毕竟刚才的视频大家都看到了 柳家的这边亲戚 都挺后悔来参加婚礼 更别说帮柳家这边一起在丢人了 一场闹剧 柳家除了柳如烟 凄惨的摊在地上 没人对其动手 其他人都身上挂彩 等到所有人都退出宴会厅 我缓缓起身 向柳如烟走去 边走边说道 痛吗 体会到了吗 怨得了别人 自作孽不可活 想过这一天吗 柳母像是找到了发泄口 向我扑来 为我身后一起涌进来的兄弟震住 不敢上前 欺软怕硬的货色 我盯着柳如烟 用不带感情的话继续说道 别着急 还有份礼物 送给你 旁边的小老弟 手脚麻利地跑到后台 打开大屏幕 屏幕上出现的是 杨坤拿着检查单 说着祝福柳如烟婚姻美满 家庭幸福的话 最后 她举起检查单 爱滋成杨姓五个大字 清晰地出现在屏幕上 啊 已经临近崩溃的柳如烟 抱头惨叫 我不再看她 而是转头盯着眼前的老妇人 你说过 上梁不正下梁歪 现在明白了吗 到底是谁上梁不正 你除了撒泼 你还会干嘛 你的两个子女变成现在这样 你是罪魁祸首 看着我甩出来的欠款清单 柳彪张了张嘴 满脸痛苦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你的儿子 柳彪 他喜欢赌博 他欠了很多高利贷 以前都是我帮他填坑 不然的话 你早就没这个儿子了 我救了他 但钱 还是要还呢 柳父柳母不敢置信地 转头看着柳彪 冯律师 我向身后喊了声 一个挂着公文包的眼镜男 走到我身边 从包里拿出两页纸张 本律师受纪博达先生的委托 就柳彪借钱 纪博达先生欠款一事 根据纪博达先生提供的资料证实 截至目前 柳彪需要偿还纪博达先生欠款 总计26万 说完后 冯律师拿出另外一张纸 同样的说法 不过这次是彩礼 你可以撒泼耍赖 那我们就法院见 哦对了 柳彪 以后可别再跟我打电话了 不再理会已经绝望的一家人 我带着兄弟们转身离开会场 婚礼上的视频 会成为所有亲戚朋友的饭后笑谈 爱自杨性 会让柳如烟一声灰暗 偿还债务 尤其是无底洞的高利贷 那滋味 我也该走出柳如烟出轨 给我带来的阴霾 迎来全新的人生了 全文完